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大家平常在生活裡 經過最奇怪的生物長啥樣呢 可能你會說一些深海中隨便長長的生物 又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蟲子 啊 真不是 下面給大家介紹的這種生物才是No.1 或許它不是長得最奇怪的 但一定是長得最猥瘦的 它就是 雞雞魚 那啥 這個還真不是我故意這麼稱呼它的喔 它的英文名叫做Petfish 翻譯過來就是雞雞魚 學名叫做當環刺翼 是一種海洋蠔蟲生物 因為它的長相可能我要打點馬賽克才行 也因為這個原因 也有人稱它為海蠶子 海雞子 落體海森 當然更多的是雞雞魚的稱呼啦 像美國的加州海灘 就曾經有成千上萬的這種生物被沖上海灘 翻譯過去這滿瓶都是不可描述的模樣 然後就很多人跑過去撿 因為他們說這玩意非常的好吃 就開始我還是當作獵奇的心態查看 直到我翻譯了一遍資料 可能它還真的挺好吃的 哦 它們的體長又為25厘米 極具彈性 可以生長到1米以上 頭部還能噴水 哦 全身光伐看起來露糊糊的 觀看就感覺這手感應該不錯吧 哈哈哈哈 中日韓中也豐富 在我國的蓬萊和煙台本地 彩量非常大 烤著吃 燉著吃 包餃子 各種吃法都有 韓國還流行戰戰生吃 這吃法就相當的韓國啦 用剪刀將海蠶兩頭帶吃的部分剪掉 把內醬和雪月形成 再配以新鮮的蔬菜 炸著香茹 食鹽等調料生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韓劇《來自新鮮的你》呢 裡面女主角清宋依一直炒著要吃的刺意 其實就是這隻藥 那這種東西吃了 這裡嗎 這裡有蛤蜊 咦 它也是滷菜中的一種重要材料 韭菜海蠶是有名的焦多名菜 現如今還要把它加工成粉末 作為調味品 聽說味道超級鮮美 而在中醫中認為 當環吃魚有壯陽或不乾涩的作用 比較適合男性使用 這難道就是以形不形? 哈哈哈哈 這種生物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3億年前 生活在海灘、淤泥、沙土裡 以細菌、活用生物和其他細小顆粒為食 壽命可達25年 如果遇到風暴之類的 就有可能被沖上海灘 海鷗、鯊魚、海浪等都愛吃它們 不過從今天開始 它們的天移將會多出一個 那就是老王我了 哈哈哈哈 那啥先這樣了 本期就到這裡 我去買點明細明細鮮 我們下期見 還好 我們下期見 這也有這個 澳 小朋友 谢谢观看